各位先生们大家好 下面进行学习第六章长期股权投资与合一安排 今天我们各种学习的是第六章第四节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及处置 我们这一节一共是包括了两部分内容 一个是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一项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在没有讲解具体内容之前 我们把本节的基本内容和一万年多的考试情况 给大家最简单介绍 那么第四节一共是包括六个指示点 那么其中的前五个指示点 是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的一些相关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要求是要作为重点内容 然后结合一万年多的考试情况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经常是出现在主观级中 包括计算分析体还有综合体 那么在备考2021年专业节奈快递科目的时候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我们要求依然是要作为重点内容 那么本节的第二部分内容 主要是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学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投资收益这个指标的计算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 我们在第三节是讲过 一个是成本法 一个是权益法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一般情况下成本法转成本法 或者是权益法转成本法 但是教赛在编写的时候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它实际上又加入了一项内容 就是以供应价值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这样整个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一共是六种情形 那比如说成本法转权益法 那成本法转权益法 比如说原始股比例是70% 然后我们是处置了40%的股权 那么还有剩余股权是30% 那么在处置之前 70%的股权能够形成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 所以是成本法核算 那么针对剩余股权30% 能够形成对被投资单位的重大影响 那就是权益法核算 这就是成本法转权益法 所以像成本法转权益法 一般都是通过减持 当然这个减持 实际上有包括两种情况 一个是被动减持 一个是主动减持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成本法转供应价值计量 比如说延迟股比例是60% 然后我们是处置了55%的股权 那么剩余股权只有5% 那也就是说在处置之前 60%的股权能够形成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 成本法核算 那你处置55%的股权之后 剩余股权只有5% 剩余股权形成不了对被投单位的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所以剩余股权 我们只能按照第22号准则的规定 就是把它作为以供应价值计量的 缺义工具投资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一部分主要就涉及到的 我们在学习 第13章涉及到结块准则 第22号准则 所以考试的时候 像以往年度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一般构建主关题的时候 既有涉及到第2号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内容 也有涉及到第22号准则 基金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相关内容 这样在主关题那边就出现了 跨章节跨知识点 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是先学习第13章基金工具 涉及到的权益工具投资 相关的核算 实际上我们在学习 第13章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 涉及到以供应价值计量权益工具投资 可能学习起来 向来说就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下面我们先说一下 第一种转换 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这种方法下的转换 处理难度比较大 因为处置投资 因为处置投资 包括直接处置和间接处置 但是什么叫间接处置呢 间接处置就是刚才 我们所提到的叫被动减持 比如说被投资单位的其他活动 对被投资单位施加投资 我们作为投资方的 没有任何动作 实际上我们的持股比例 肯定被稀释了 持股比例下降了 只要被动 只要我们讲的间接处置 直接把我们持股的股价卖掉 因为处置投资导致 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能力 这个影响能力呢 由控制式转化为重大影响 或者是共同控制 这就是成本法转权业法 然后成本法转权业法 作为投资企业来说 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是分别个别草报表 和合并草报来进行快利处理 难点不是个别草报的处理 难点是合并草报的处理 个表上的处理项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你就按照快据准则那个套路 来进行追溯调整就行了 合并草报表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 它是后面我们要讲到的 第27章 也就是合并草报表 当然有些学员呢 可能已经提前把教材过了一点 就是接触过合并草报的 一些相关内容 可能理解起来更好一些 那么下面我们先说一下 个别草报表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那么针对个别草报表 相关快据准则的规定 是必须要被送的 这里边呢 我们举个例子 2009年的3月1日 储比例是60% 能够形成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 所以这项股权投资呢 那自然是按照第二号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 按照成本法来进行处理 那么时间来到了 阿姆20年的5月1号 我们是处置了40%的股权 那么剩余股权呢 就是20% 所以我们在个本上 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分两个模块 一个模块就是处置部分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那么第二个模块呢 就是剩余股权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这里边我们先讲简单一些 就是处置这一部分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比如说处置了40%的股权 按照实际收到价款 就进行银行存款吧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是按照的处置比例 来截转的长期股权投资的 上面价值 那你实际收到了价款 和你按照处置比例 截转的长期股权投资 上面价值 中间是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是要进行投资收益的 所以呢 处置这一部分 跨机处理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再说一下 剩余股权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那么按照准则的规定 你剩余股权是20% 我们假设能够形成 对被投单位的重大影响 所以剩余股权应当采用 缺乏来进行处理 所以呢 针对剩余股权 那么按照的第二号准则的规定 对剩余股权呢 我们要进行追溯调整 那怎么追溯调整呢 告诉你 也就是仕同 元投资时 一定要注意 什么叫元投资时 也就是 二毛19年的三一号 仕同元投资时 这个20%的股权 就应当采用什么 缺乏来进行处理 就应当采用权益法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实际情况就是说 这个60%的股权呢 它是包含25%的 那就说 从元投资时 到处置之前 实际上这个20%的股权 它采用的是成本法来核算 但是准则规定的 你成本法转前一法核算 剩余股权采用权益法 是从元投资时 就一直采用权益法来进处理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20%股权 原来采用成本法核算的结果 要调整为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那么在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分几个时间段来进行追溯调整 一定要注意到它的表述 那考试的时候 除了考你主观题 它也可以考你客观题 比如说把一些快证则的规定 直接作为选择题的选项 那你要背证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结合这个例子 来说一下 关于针对剩余股权 如何来进行追溯调整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要分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讲元投资时 一定要理解什么叫元投资时 实际上就是取得控制权这一期 按照我们这个例子 就是阿姆19年的31号 那么针对了剩余股权 出比例不是20%吗 那么在这个时点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 首先呢 我们需要计算呢 这个20% 在阿姆19年 那么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么还要计算一下呢 在元投资时 剩余股权 应享有的背投单位呢 可辨认净资产 供允价值的份额 这里边呢 我们就写的简单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 关于权益法 可算 在取得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之后呢 在持有基监会 随着背投单位的 所有的决定的变动 但是在取得时 它是存在一个 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的问题 所以呢 针对剩余股权 第一个时间段的调整 就是在元投资时 我们需要计算剩余股权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需要计算这个剩余股权 在元投资时 应享有背投单 可变境资产空益价值的费额 那如果说 这两基因和确定完之后 脑销进行比较 还是按照我们第三节 那个套路 如果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 应享有的费额 结论是不调整 因为 差额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叫内涵商欲 是包含在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中的 那如果是初始投资成本 小益呢 剩余股权在元投资时 应享有的 可变境资产的供应价值 就是说你的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你的享有的费额 那么差额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进行追溯 我们要进入到的 应用来收入的 同时调整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 上面价值 当然按照我们这个例子来说 今天是二某二零年的 五月一号 我们是对 二某二零年的 以前年度呢 来进行追溯条 所以如果是成本小于的 费额 一方面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上面价值 另外一方面 你不能带引用来收入的 那只能带记呢 留存收益 因为对以往年度 进行追溯条 涉及到损益的 我们是全部给它 进入到的 留存收益里面去 不能使用的 损益里科目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时间段的调整 那么第二个时间段调整 就是原投资时 至处置当期期出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时间段呢 我们也要进行呢 给它追溯 追溯的调整 这是我们讲的 第二个时间段 一定要注意它的表述 原投资时 至处置当期期出 处置是在 发生在二抹二零年 所以处置当期期出呢 就是二抹二零年的 月一号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 比如说 被投单位呢 它实现了净损益 那如果说 原投资时 至处置当期期出 被投单位 实现净损益 成为法处理不处理 成为法处理 权益法处理不处理 当然需要处理的 因为是权益法处算 所以呢 它这个取得投资之后呢 会随着被投单位 随着权益的变动 变动 比如说被投单位 它实现净利润 那就借记呢 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 然后代记 能不能代投的收益 这里面需要注意 因为它以前年度 就代记了 留存收益 那如果说 在这一段时间内 被投单位的 其他综合收益呢 发生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呢 发生变动 比如其他综合税增加了 成为法处理 权益法处理 因为其他综合税 所以增加 被投单位的所有权益 总额增加了 那么就按照变动的 基金额 乘以的这个20% 来调整了 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同时在既有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成本法不处理 缺义法呢 需要处理 所以这个也是存在的 调整的问题 我们再看第三项那种 比如说 在这一段时间内 被投单位的 其他权益 发生变动 那如果是其他权益 发生变动 成本法不处理 权益法呢 需要进行处理 所以呢 要根据这个变动的 金额 乘以的 20% 然后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是其他权益变动 代记呢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或者是编制呢 相反快据分路 因为这个变动 可能是减少变动 所以说 这刚才我们举的 这三项内容 成本法都是不处理 缺乏呢 需要处理 所以呢 是存在着 追溯调整的问题 再比如说 在这一段时间内 被投单位呢 它是发放现金股利 那如果说 在这一段时间内 被投单位宣告 发放现金股利 成本法处理不处理 成本法是需要处理的 回忆一下 我们在第三节所讲述的 被投单位宣告发放 现金股利 成本法是借应收股利 代投资收益 那权益法处理吗 权益法当然也要处理 权益法呢 是借应收股利 代长期股权投资 适应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 成本法也处理 权益法也处理 但是处理的结果 可不一样 因为成本法 是代投资收益 而权益法呢 是代记长期股权 投资适应调整 所以我们就需要 把成本法的结果 调整为权益法的结果 所以它也是存在 一个追溯调整的问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原投资时 至处置当期期出 对剩余股权 采用权益法 进行追溯调整 有可能会涉及到呢 这么四项业务 进行追溯调 好 我们再说一下呢 第三个阶段的追溯调 那就是处置当期期出 至处置时 那这段时间内呢 我们要求呢 也是要进行呢 追溯调整 也就是呢 追溯调整 像刚才呢 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 有可能是发生在呢 处置当期期出 至处置时 比如说处置当期 至处置时 被轮延实现的净损益啊 其他中处说 也发生变动啊 其他权益发生变动啊 或者是发发现金鼓励 但是这里边呢 我们在进行追溯调整 是要注意一个细节 因为它毕竟呢 是属于处置当期了 所以呢 涉及到损益了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所谓的科目了 但是这一段呢 涉及到审议的 那只能进入到呢 流程税理缘期 所以呢 通过这个举例呢 我们就说 个别财务报料 针对剩余股权 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一定是分三个时间段 原投资时 至处置当期期出 处置当期期出呢 至处置时 一定要分这么三个时间段呢 对于剩余股权 采用权益法呢 进行追溯调整 实际上追溯调整的意思就是说 成本法核算的结果 调整为呢 权益法核算的结果 那就要求呢 对于第三级 成本法权益法 要掌握得非常熟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先说一下 准则所规定的 我们先说一下 第一个模块 就是处置这一部分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那么处置部分 比如说这个利益所 处置了40%的股权 处置了40%的股权 怎么处理呢 那么按照准则的规定 我们是按照处置投资的比例 来截短呢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准则表述的是 截短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那如果说在处置之前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它既提了简直准备呢 那你是不是也是需要 按照处置比例 来截短一部分 长期股权投资 简直准备呢 所以准则在描述上 在它的规定上呢 就是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考你这个客观题 作为选择体的一个选项 这话说话没毛病 但是我们实际呢 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最好呢 是把它理解为呢 按照处置比例 所截短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什么 专门价值 因为它有可能 既提过了 简直准备 虽然针对处置部分股学 我们按照实际收到价款 我们是借银行存款 按照处置投资比例 来截短长期股权投资专门价值 插额这一部分呢 当然也可能是借差 也可能是代差 这是关于呢 处置部分股权 但这里边呢 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那有的人说 这个处置部分股权 好像没什么难度 收到了款项银行存款 以至强见 处置之前 长期股权投资专门价值 如果没有具体减值 那实际上就是 原来的投资成本吧 但是呢 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加大难度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就把这问题 稍微再拓展一下 那如果说存在当初 因为追加投资 这个核算方法呢 它是由权益法转化为成本法 因为追加投资 这个权益法转成本法 那么没有进行处理的 就形成的 没有进行快递处理的 其他综合 是以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但是呢 在这个实验上 就需要呢 按照处置比例呢 给它截转出去 按照处置比例呢 来进行截转 比如说把其他 账户税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呢 给它转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当然有一部分 其他账户税呢 可能需要转到留存收益 那有同学说 这个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像刚才呢 我们所举的 阿姆19年的311号 储股比例呢 是60% 问题就来了 阿姆19年的311号 持股比例60% 能够形成控制 那你这个60%的股权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有可能是一次 就达到了控制 就是一步呢 实现控制 当然这个60% 也可能是 我们前面在讲 初始继量上所所提到的 多次交换交易 所达到的控制 那有可能就是 我原来持股比例呢 它不是60% 我有可能说 原来持股比例呢 是30% 原来我采用的是群法 不算 那只不过呢 我们是在呢 二某19年的3月1号 我是增持了30%的股权 所以呢 在二某19年的3月1号 持股比例是多少呢 那就是60% 那如果这个60% 它的形成是属于 因为这种情况而形成的 那就是我们讲的 权益发转成本方 权益发转成本方 这个我们会不会讲到的 所以这个60%的控股权 如果是通过多次交换交易 所形成的 那么按照准则的规定 那原来 30%的 这个权益发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在转换日这一天 那么关于这个 与这个30%长期股权投资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就追加投资时 也就是 二某19年的 3月1号 追加投资时 与这个30%长期股权投资 相关的 这个其他综合税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呢 我们在这一天 是暂不进行处理的 不处理 就这个其他 其他综合税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不需要转出去 那么这个 其他综合税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二某19年 3月1号 是暂不处理 那什么时候处理呢 告诉你呢 说等到以后 处置投资的时候呢 再进行处理 那么按照刚才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是不是处置了呀 在二某20年的 5月1号 你是处置了 40%的股权呀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 我们就需要了 进行相当节转了 那就说在二某 二某20年的 处置时吗 也就是刚才 决定里的 二某20年的 5月1号 我们是不是处置了 40%的股权呀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追加投资时 没有进行处理的 其他综合 所以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随后呢 在以后处置的时候 那以后处置的时候 那就是二某20年的 5月1号 那么这个 其他综合税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呢 就需要按照 处置比例 给它转出去 那么转到哪里面去呢 按照相关规定呢 来进行处理 后面呢 我们会讲到的 像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呢 我们是转到 投资税里面去 其他综合税呢 按照处置比例 有一些内容呢 可能转到 留存税益 有些是转到的 投资税里面去的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长期股价投资核算 方法转换 它有可能是 先让你增持 权益法转成本法 然后我再处置 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又变成了成本法转 权益法了 但有可能再进行 再来一次转换 又变成了权益法转 供应价值计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长期股价投资核算 方法转换 实际上它是完全可以构建 比较复杂的 这么一个主观题 当然从考试的教练书来说呢 关于长期股价投资核算 方法转换 一般只考一次转换 很少会考你两次转换 考三次四次转换都没问题 但是呢 掏路还是那个掏路 所以一些基础性内容掌握呢 就要足以呢 应对考试 所以呢 针对呢 刚才我们讲这一段话呢 结合这个图书呢 来理解一下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 个别草报表 那么针对处置部分股权 怎么进行处理 我们再说一下呢 剩余部分股权 像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能够形成对被投资单位的重大影响 权业法合作 我们按照准则的规定 需要针对剩余股权 按照权业法进行追溯调整 视同原投资时 剩余股权就应当采用权业法来进行处理 那么在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一共要分几个阶段呢 刚才已经说了 那首先呢 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原投资时 那么在原投资时 针对剩余股权 我们要有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们需要计算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然后我们再计算呢 按照剩余股比例计算的 因原投资时 因小比特大量可变境资产 公允价值的份额 也就是说在原投资时 我们把这两个金额确定完之后 要进行比较的 我们先看一下的第一种比较结果 那如果说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剩余股权 在原投资时 就是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二某一九年的算一号 因享有被投单位 可变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回忆一下呢 我们在第三节所讲述的 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如果比较到结果是该种情况 差额的部分 差额是属于什么呢 是我们在上一节所学习的 叫内含商业 这个内含商业呢 我们是不单独进行核算的 因为它是反映在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这个差额呢 你要知道它的性质 这个差额呢 实际上是属于内含商业 所以呢 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形 我们不需要进行账方处理 换而言之 我们是不需要的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占面价值 但是这个差额的性质 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差额的性质 必须要掌握 你考试的时候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表述性的那种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这两金额 切链完之后 比较的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剩余20%的股权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在原投资时 二某19年31号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是小宇 剩余股权在原投资时 二某19年31号 因享有被投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的份额 那么差额这一部分 我们需要调整到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那肯定是要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横杠 横线 那就是投资成本 那代方呢 代方分一两种情况 那如果说 原投资时 与我处置日 它是同一块年度 举个例子 像刚才呢 我们举的这个案例 那如果说原投资时 不是二某19年的31号 如果是二某20年的31号呢 那就说原投资时和处置时 它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快年度 那么差额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给它记录到了 营业外收入了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说原投资是处置当年 那么这个差额呢 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是记录到营业外收入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 你处置时是二某19年 这个原投资时是二某19年 你的处置日呢 是二某20年 根本就不在一个快年度 那也就是说 原投资时 它实际上是处置的以往年度 那么差额这一部分呢 需要注意的 差额就不能给它记录到了 要记录到了流程收入 那一般情况下 就是把这个差额 乘以10%记录到原供基 乘以90%记录到利润分配呢 为分配利润 这个呢是编制的相关的跨离分配 一方面呢 我们是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原投资是处置当年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待记的 引以外收入的 那如果原投资是非处置当年 我们是给它记录到了 乘以10% 就达一公期乘以90% 就达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 这个呢是我们讲的 针对剩余股权 按照权益法进行追溯条 第一个时点或者时段的追溯条 就是原投资时 我们再看一下呢 第二个时间段的追溯条 当然这个第二个时间段的追溯条呢 主要是针对了净损意义 那就是原投资时 比如说刚才举那个例子 那就是二某19年的3月1号 至处置当期期初 也就是二某20年的1月1号 要结合那个图示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 针对的被投单位呢 它实现的净损意义 包括实现的净利润和发生的净损失 那如果是实现的净利润 我们还要扣除呢 在这一段时间内 被投单位宣告发放的 现金鼓励或者利润 然后再乘以 再乘以呢 剩余的出比例呢 反正是 那么这一部分的金额算完之后呢 我们是调整的留存收益的 你不能调整投资收益 它毕竟是属于以往年度 然后就借记的长期股 将投资收益调整 带银攻击带利润分配 我也分配利润 那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内 被投单位 它是发生了净损失 那我们就诚意呢 剩余的出比例 来计算应当承担的 或者分担的份额 编制呢 相反非录呢 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边呢 是有一个问题 当然有同学可能也是提出来 说为什么要扣解 就以宣告发放的 现金鼓励或利润 那么随后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先把这项规定呢 先给它背送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呢 关净损益 第二个时间段的调整 那就是处置当期期初 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那就是二亩二零年的 一月一号 至处置投资日 那就二亩二零年的 五月一号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 那就是处置当期呢 关于被投单位的 实现的净损益 可能是实现净利润 或者是发生净损失 然后也要是要扣除呢 在这一段时间内 被投单位宣告发放的 现金股利或利润 然后呢 我们再诚意呢 百分之 剩余的那个储比 立百二十 然后是要调整的 当期损益 那就借记长期股前 投资损益调整 代替的投资收益 这里边呢 是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一种情形 是调整当期损益 上一种情形 我是调整流程收益 原因要搞清楚 因为该种情况 这个时间段是属于 处置当期的以前年度 涉及到损益的 只能就到了 留存收益里面去 这种情形呢 它本来也就是属于 处置当期 所以呢 可以使用了 投资收益 所以我们是调整 当期损益 不是了 调整流程收益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它的表述 时间段这一块的表述 那么刚才呢 我们在说 就是关于被投单位 实现的净损益 括号要扣除 以宣告发放的 现金鼓励或利润 那为什么要扣除呢 下面呢 给大家作为解释 那么针对被投单位 实现的净利润 那回忆一下 我们在学习第三章的时候 如果被投单位 它实现净利润成本法 处理不处理 成本法是不处理的 那全因法处理不处理 当然就要处理 针对被投单位 实现的净利润 我们假设 不需要实现调整的问题 那就直接根据 被投单位实现的净利润 乘以了我们的储物比例 然后借机的 长期股权投资 实现调整 代替的投资收益 所以权益法呢 它是要处理的 那么现在我们是 针对剩余股权 才要权益法进行追溯条 前来说就是把成本法的结果 调整为权益法的结果 那你如何把成本法 调整为权益法呢 那我肯定是要 再编一笔跨的费路吗 借机的长期股权投资呢 投资税就可以了 那么针对被投单位 宣告发放的信金股利 成本法是要处理的 借应收股利 带投资收益 那权益法也要处理 借应收股利 带长期股权投资 实现调整 借方就不需要 再进行调整 因为借方都是应收股利 但是不同的是带方 一个是带投资收益 一个是带机的 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也是需要进行 给它调整的 怎么调整呢 那相当于把这个 投资收益呢 我给它冲掉了 所以我们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呢 就借记呢 投资收益 带记呢 长期股权投资 那就你成本法下的 这笔快利分路 再加上这笔快利分路 那不就是权益法下的 借应收股利 带记呢 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这个投资收益呢 一个是借方 一个是带方 不就冲掉了 他说就借应收股利 带什么 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你调整 那如果说信息的同学会发现 对背头单位 实现的净利率 或者是呢 背头单位宣告 发放的信息鼓励 我们是按照权益法 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他这两种情况 也仅仅是涉及到了 两个科目 一个是长期股权投资 一个是投资收益 那有个人说 这两笔调整分路 能不能合并为一笔呢 决定没问题 所以呢 把这两笔合并为一笔的情况下 那就借记呢 长期股权投资 带记头收益 它实际上是一种简化处理 这就是呢 我们刚才呢 所提到的 是根据呢 某一时间段内 背头单位呢 实现的净利润 说扣除 以宣告发放的 现金鼓励或利润 说为什么要扣除 有的人说 我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真考我 跨记分路题 比如说这个综合题 考综合题的情况下 你完全是可以写两笔 这个没问题 你也可以简化处理 写一笔 也没问题 都可以 这里边呢 只是结合这个表格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在进行追溯的调整 为什么教材在表处上 写了一个括号 扣除 背头单位呢 以宣告发放的 现金鼓励或利润 原理上呢 就是简化处理 所以呢 写一笔 总笔写两笔呢 可能就是 更简化一些 所以呢 结合这个表格 来理解一下呢 刚才呢 我们所表述的 关于在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背头单位 实现的禁锁 为什麽要扣除以先告发放的 现金鼓励或利润 原理上呢 要搞清楚 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追溯调整时 针对背头单位呢 其他综合税益的变动 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综合税益的变动呢 我们就不再区分 原投资时至处置 当期期出 处置当期期出 至处置时了 那因为背头单位 其他综合税益的变动 成本法不处理 权益法需要处理 那又借金的长期 国家投资 其他综合税益 代金的其他综合税益 借方和代方 根本就没有涉及到 损益类的科目 所以呢 在这种情形下 你可以呢 不对齐呢 进行分段呢 进行追溯调 就直接可以根据呢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标题 就是 自取得投资后 至处置时 那么这一段时间内 背头单位 其他综合税益的变动 直接乘以剩余的 除比例20%就OK 那么就借记的 长期五千投资 其他综合税益 代记的 其他综合税益 那有点说 我就愿意分段 来进行追溯调 这样看起来 比较清楚一些 这也没问题 当然如果这个变动呢 是减少变动 那就编制的 相反夸解变动 那么针对 原投资时 至处置日 那么这一段时间内 背头单位 除了准数据 除了准数据 其他综合税益 和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的权益变动 那么根据这个变动额 乘以剩余的除比例 那么就借记的 长期五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代记作品攻击的 其他作品攻击 因为这个条种呢 它也不是一道损益类 所以呢 你可以分两段 就是原投资时 至处置当今期初 来进行呢 最速条 然后处置当今期初 至处置时 当然你也可以 这一部分时间段 直接从原投资时 至处置日 那么这一段时间内 背头单位的 其他权益变动 乘以了我们 剩余的除比例 然后来进行呢 对速调整 然后借长期股权 投资其他作品 所以资本攻击呢 其他资本攻击 这也可以 没有问题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解的是 关于成本法 转权益法 个别草务报表 要分两个模块 处置部分呢 怎么进行处理 剩余股权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剩余股权 千万别忘了 要进行 按照权益法呢 要进行追溯条 这里边呢 我们再提醒一下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 转成本法 转为权益法之后 那剩余的股权 自然是按照权益法 来进行处理 那就是说 未来期间 我们就需要呢 按照长期股权 投资准则的规定 实际上就是 按照权益法那一套 来按照呢 应享用背头 单位实现的竞损 其他生活失业 或者是呢 所有权益的 其他变动的份额 来进行处理 就是成本法 转为权益法之后 以后期间 我们都是按照权益法 来进行处理 考试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先让你成本法 转权益法 然后再给你一年的 相关的权务资料 又考你呢 成本法的一些业务处理 请不吝点赞